家政党 听说人靠裔装 马靠岸 生活中有很多长相平平的人 穿起华服的时候 整体的气势马上就提升了 而民族服装这一块 无庸置于是最提升气质的 在中国56个民族 都有自己传统的服装 大多数都是鲜艳明亮 让人过目的 在东南亚 每个国家也是有 自己的传统服饰 在每年的各种选美大赛上 各国的家里都会穿着 传统服饰到台上 展现着民族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 和爱上自己的国家文化 好了 今天就要来 大家来了解一下 各国的家里穿着 民族服饰的美罩 大家有被哪个国家服装美到呢? 安寒 好 第一个就是柬埔寨 高棉族女性 服饰的彩色斑斓而精致 独树一致 每当有重大的节日庆典 柬埔寨人都会穿着 传统服饰来参加 传统服装 凸显了高棉族 妙龄少女的 恶罗多姿 和妩媚动人 柬埔寨女性的服装 十分讲秀 彩色鲜艳之外 花纹精致 近年受很多年轻的女性追捧 那么第二 我们就来到了 越南 奥迪 这是越南的国服 由上衣和裤子组成 上衣的上衣半段 裤是中国的旗袍 长置脚拙 只有胸部勒挤 两侧腰收紧 从腰部开插 有一定的收腰效果 上衣和下半部分 前后两片裙 走路的时候 两片裙会随着风而动 凹带里面配有一件白色 或者是铜花色 长达妖技的破脚长裤 每个穿上凹带的越南女孩子 都会显得格外的温婉迷人 好美啊 第三 但菲律宾Mestiza 连衣裙 是菲律宾女性在重要场合时穿的礼服 由于昂贵 蕾丝和刺绣的装饰而成 以及优雅和蝴蝶绣而闻名 这一种款式的裙子 因为前菲律宾的 第一夫人 一美而打 马克思的宣传而受到 菲律宾人的缓言 这一位呢 前第一夫人的 衣柜当中 就有五千多条裙子 他在意大利呢 定制了各种各样的手工相钻的鞋子 一度让一美而打 这些成为了集中的奢华代名词 第四 孟加拉 孟加拉国女孩的长相十分的美艳 这里的女孩大多长着大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 五官立体而且饱满 骨骼中带有欧美的特色 但是皮肤并不是白色 孟加拉国的妇女的传统服装是 沙莉 在农村不论婚否 妇女都会穿上沙莉 在城里呢 则是已婚妇女穿上沙莉 未婚姑娘则多穿衣裤 第五 缅甸 女士上衣呢 用着束布或者是彩布而成 而现在的款式会比以前更加的鲜明 此外还会有肩上的皮筋 而皮筋的颜色则是限量的 缅甸男女下身呢 都会围着同裙 传统的女士同裙是绑带式的 更加现代化的呢 则是扣装 则是更加的稳固 穿着多长时间都不怕会松滑 第六 马来西亚 娘耳服饰呢 主要是受到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的影响 融合贯通之后呢 形成一派鲜明时尚风格 一套完整的娘耳服饰呢 可以由 Bajuk Bahia 金属胸针 Gronzang Saron Saron 和朱绣鞋 Gasun Mene 组成 上衣呢 通常是可以被称为Baya 肚子呢 轻薄 多刺绣呢 可以作为装饰 野花 野草等 花式图案 灵灵多刺 这就是马来西亚美学中所谓偏好的图案 裙子呢 称为Saron 以腊软Batek的方式而制作 彩色鲜艳呢 而且和谐 充满了鲜丽明亮的热带风情 燕尼 印尼的两耳服装和马来西亚的相似之处 不同的就是印尼采用的是传统的腊软布料 巴提克 在巴厘岛的大街小巷呢 你们随时可以注意到 当地妇女穿上了白色蕾丝去 下围呢 围着所谓我们称的CAMBER 的腊色软笼 并且细着一根腰带 Selinda 前往寺庙进行祈祷 此生的优雅的打扮 正是巴黎的传统服装 KUBAYA 更广泛的地理来说呢 就是代表着整个印尼的传统服饰 这一期的加塞蛋 我们就告诉了你亚洲的传统服饰 还有哪些传统服饰是我们漏掉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